欢迎回到现场 我想年底就是要寻找 明年的大标股的最好的时间点 因为所有的明年有潜意的股票 都在这个时间点会开始陆续的喷出去 就像去年的康控 只有股价只有几十块钱的小公司 后来因为打入到iPhone的供应链之后 这股价一飞冲天 从七八十五六十一路涨到440块 所以同样的故事每年都有 那欲金光何尝不是 那再来我认为先进光就是有这样的潜力 因为它是全新镜头拿下了Apple的大单 包含Notebook跟iPad 可以拿下这两个大单 代表它镜头的一个品质跟技术跟两率 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一个水准 所以11月会先出Notebook 明年上半年要出iPad 同时Google 微软 Amazon Volvo的车用的客户都是它的大客户 那明年它应该会是转积性最强的光学股 这档股票我认为再来的爆发力会非常非常的大 那另外一档也是光学股的阳明光 礼拜五涨停板 我说它是小抗控 那礼拜应该拉回 那今天又转强 明年爆发力非常的大 因为它拿下美系的哪一家公司我先不讲 的智慧印象的大单 那明年的业绩将会一飞从天 因为智慧印象一旦采用它的围投影机的话 未来围投影机的出海口一旦放大的话 那这个爆发力将会非常非常的大 那股价很有可能也是要有翻倍的演出 就跟去年的康控一样 那最近操作比较多的股票都偏比较高价 但是越到年底 我想本土资金开始动起来之后 越来越多的转积股中低价位的股票 都会开始轮翻轮涨上阵 所以郑老师会照顾所有的会员 不只中高价的股票 比如说像原项或者是康控这种中高价股票 低价股票也会帮大家挑最强势的标的 所以我们要全力抢赚年底的作梦行情 作梦行情在今天应该已经开始上演 全面开打 所以我们要布局一党最新的333的低价的标股 333的低价标股 那之所以名为低价 当然就是价格不高 所以价位低每个人都能买 每个人都能买 而且股价越低的股票 标起来速度是越快 高价股那涨的幅度大 但是低价股票标的速度快 那个赚起来是更过瘾 那就跟郑老师之前布局股票一样 我们会分三天分批买进 利用333的操作策略 一档股票一档股票来赚三成 来达成333倍数获利的目标 那这一档最新的333的低价标股 明天要开始买 所以今天只要来电留下姓名电话 我就让你体验郑老师的选股功力 今天如果你想知道333低价标股的话 只要来电留下你的姓名电话 我就让你体验 让你没有条件的同步的布局 这一档全新的333的低价标股 那将分三天买进 这一次你不要错过 祝大家超顺利 明天再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先胜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天见